大家好 欢迎收看《即市攻略》 我是李慧怡 这是环节嘉宾 Stanley Sandy 你好 提到大家 如果大家有股票上的问题 想问你专家意见的话 可以打你204-6566 或者可以E-mail去到 ask-bearshot.com 亦都是WhatsApp去到9157-1428 我们YouTube、Facebook想直播 大家可以留言、Like和Share 我们尽快回答你问题 跟大家看看港股最新走势 看到恒指最新升多了 升136点 报25544点 国企指数最新报8983点 升25点 大市成交有862亿 Stanley 看到大家五安 看到市场没有什么特别 Tony已经立刻问 看到其实陆陆续续 业续都出来了 看到Tony就问一只3983 今天很弱 可不可以现价入 看到他出了中期业绩 其实中期盈利都升三倍 不怕升 Stanley 这只会不会跌眼镜 跌眼镜 业绩好像又不是很差 在数字上面 不是 业绩它其实是因为之前出的刑期 其实业绩和刑期的预期又差不多 不过 又这么说的 Tony觉得刚刚弱了 你说现在又不能进入 或者这样的说法 如果你纯粹以业绩那边去看的话 其实我觉得似乎真的不应该跌那么多 因为它的盈利 当然它的盈利有没有水分呢 我觉得有点的 因为 不过它业绩也都 因为它资源工的盈期里面 它也提及了这件事 因为它的盈期 也提及到就是 因为它有一件 出售合营公司的权益 其实你看它今次的盘数里面 它也有这一件 而且这一件佔比 其实也不是算小 它是差不多4.5亿千多万 如果以它的盈利去看的话 它赚大概是12亿左右 即是说它大概是三分之一 是这件数 但是即使撇除这个情况也好 你看到它那个盈利的增速 也有成倍多 其实我觉得算得也不差 所以其实没有 你说它业绩比较的话 我觉得又差不多的 其实是OK的 但只不过它屋教是惨的 真的差的 因为你看看其他的 好像新年新化肥那些也好 它虽然都是回 但是没有回都可以这么夸张的 怎么回成这么多 新年新化肥 更加知道是有一升 它还有一升的 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 纯粹说业绩比较 我觉得它其实我收货的 就是我不觉得它是差的 但是只不过又真是没办法 现价会不会都紧慎一点 即是现价不要冲进去住 我觉得Tony不如你多来打凳先 其实那个业绩 如果你真的要找一些抽秤的话 我少可以说 大家可能觉得它又不派息 但是它不派息 它过去的时间 即是中期的时间 都是不派息的 所以我又不觉得 其实这件事是一个 当然我不知道这一行 怎么解到它业绩 但是我自己看 我又不觉得它差 不过没有了 如果股价就放下来 你说现在去接不接它 可以的话 先等一等 先等一等 你再细算一点 再想到没迟 Kelvin还说 若到这样可以補1000股味 那等一下先吧 都是是吗 Kelvin 你有没有货 你自己本身 你有货 其实我这一种业绩 我真的不觉得它特别差 还有 正如之前一些 我分析都说 这些尿素的价格 其实又真的又不会怎么 你说有没有大回呢 暂时又看不到这个状况 所以我又不觉得我真的这么矮 不过股价的东西 不能说的 有时候你可以说 他出现业绩那一刻 可能他的股价 第一 就是初步 可能反应是比较负面一点 但是又不等于他真的业绩是差 就是这样的说法 是的 也不是很关分业绩的事 不知道不关不关 但是你也可以说 可能大家要用一些时间去消化一下 是的 记住了 Tony OK的 另外Kevin也想问两个业绩 就是148和1888 建涛集团和建涛绩层板 148加 8加派式好不好 其实这两个 都是那句 我可以翻译业绩看看 刚刚看了 看了 不过 既然 Catherine 你问到 我会再 开着 不过 不过我不要这样说 不过我先开 不开的了 加派式 看到集团好像加多一倍的 我印象中好像是他加了一倍的 是没记错呢 没记错 2毫8加到5毫6指 看到职尘板就夸张一点 他又加了两倍的 他好像派由上年同期的派1毫指 现在变成派2毫 那样 他也是派3毫 派3毫指 那这个派式的话 他又真是 怎么说 他加派式 我觉得是正面的 OK的 看他盈利的状况 也是好的 而且 幅同面板 或者是 因为他也提供到 你本身的电动车 或者是新领域相关的范畴 5G 都用多了他这些东西 而且就是 本身 因为有些生产品就落成了 他也说现在的生产力 又会提高了 所以按道理 那份业绩 其实你可以说 一样东西都看上去是OK的 不过有一样东西 今天刚去过业绩出来之后 其实 我等一下的感觉 就比较 失望一点点 或者是 甚至乎他份业绩 如果按道理 看上去的话 OK的 应该表现是不差的 不过那一刻 我都会担心 他的股价会不会放下去 为什么呢 其实很有趣的 建拖即寻反本身 或者建拖系 他们很多时候拍色其实都OK的 而且 因为他们上年的时间 有拍这个特别色 而且数是很厉害的 好像拍一毛九千半 所以 一个九毫半 但是今年 没有特别色的 今年没有特别色的 就变成了 纯粹一个色 提高了 所以 所以就 我出来也很少担心 他的股价会不会 因为这样移动下去 幸好也没有 因为我都很烦 你穿得升 所以这个东西 他又OK 就先抓住 因为业绩是对版的 我觉得业绩又不是差的 是OK的 所以有货也可以先抓住 他派息 其实他的银买多了 就是刚刚提升到 好像派多一倍 但是他的派息比率 其实是跌了 所以我觉得 你问我的话 我做一般般 我又觉得这个东西 是差了一些 他当时有点害怕 害怕啊 他一四半半期 其宿派息 始终中期加了派息 不关事 中期的派息比率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你赚1元的时间 可能你的派息比率是三成 就是派3号 所以变相就是 如果你假设到时 你赚2元的时间 你的pair ratio 都是三成的时间 你就派6号 但是他之前的时间 可能他是赚5号 但是派3号 他变成pair ratio是六成的 现在最主要就是说 很多次大家看过 泰息那样东西 就不是看银馬的 是看pair ratio的多少 所以这次 反而他突然转 你赚多了 但是派送是少了 这件事反而我觉得 其实是差一点的 所以就变成 他就变成了 这件事 就看一下他知道 会不会有机会 反而突然转 他最末期的时间 有机会派多一些 难道不出奇 金金 你好 金金 你好 你又发达了 你几个六成的升法 是不是 几个六成的升法 几个六成的升法 还是可以上升 今天出了一半 暂时还有一成三 农源电力 你先走一半 如果有些多货 因为没有 你现在升得这么急 没有程度上 吃一转才可以 但是就不要走 因为现在的股 因为今天 刚好吃午餐的时间 同事都捉了 谈谈股票的东西 然后就问 这些东西如何 谈谈那么多 我都说 其实没有 你现在的市 本身就是说 这些主题板块 就是焦点板块的时间 那些钱都移动下去了 摆在电力股里 电力股 那些新能源股 那些汽车股 所以这些业绩 我觉得比较差 赵升 现在赵升 赵升 刚才同年 所以你也可以说 这些板块 其实没有 那些钱都是这样 移到里面 所以这些强势 真的不怕 是 没有原因 业绩是可以的 但是又不知道 它升得这么厉害 所以没问题 真的没问题 升一成几 先吃一点 金金 如果你有多货 可能走一半 可以的 金金的开心 没多餐饭 你应该多谢阿巴威尔 金金说实话 你应该多谢他 放甲 他放甲的时间 放到手 你会下回去 接着又变成那些金銀铜铁石 全部彈了上来 那你真的要多谢他 金金说很开心 2600和1772都彈了上来 那你也有多少货 它那些全部都彈不少的 中国的铝业都彈了7.3% 共通又超过半成 今天大家如果仓本身有货底 大家平时问股份有货的话 今天应该都 至少会 至少 都要怎么说 账面上都会增加多一点 都会好一点 是的 那就开心了 另外回答Kevin 他说819和3160 什么事 他两个走势很极端 819就跌一成八 316 Stanley 这一只 今天升7.1% 196.6 但是 Kelvin 应该这么说 819 他的业势 他做一些电池 但业势差 对于合理 因为这些板块 本身 其实回想起来 上个星期 很多电池都彈上去 但是 有很多 Stanley 的基本面 不是那么OK 特别是因为 我记得它的电池 好像环保那些东西 很麻烦 而且没有人忘记 有个理价 弹了上去 之前的原材料价格 上去 他做一些叉 实际上是 预了的 所以问题是 这些东西 你都知道 如果大家有看开 这些东西 都知道它的价格 本身是很叉的 所以它跌下去 我又没有什么感觉 还有很多估计 很多估计 很多估计 有很多估计 这些行法都比较上去 是错的 所以我又没有什么 东方海外 升那么多 其实又没有 又是 那句 它上次出业绩的时间 它又不升 现在升回又是合理 而且它因为好像 今天30日 9月2日除证 就是今天星期 今天星期 星期四 星期五 除证 那变了 升合理 它派息快三十多元 你想想 你想想 如果你这样调数 它中期息 一特别息 它派多少算 派34个多 而且大行都很看好 Stanley 我看到摩通 目标价是342元 好像内地的中金 407元 是的 其实是否都有影响 大家都看好 不是 主要是因为 如果你看回上半年的业绩 我说很简单 不要说业绩 派息 你想想想 如果上半年派34元 我说你下半年又赚了这样的数 又派出这样的数 就是派出这样的数 你全年派六十多元 那这些价 怎会值这些价 所以我说 他业绩就开始 我都说他不应该是这些价 他一定是那些价 他之前的价格 我都说不怕 我甚至乎想加住 我没有加而已 现在会不会下累加 都说东方海外 好像那些基金都挺喜欢 是的 其实基金差很多 Hello KT 你好 这些没所谓 最主要是说 那些大前提 你那个行人板快 那些港费价格指数 你不下跌的时间 这些很简单的概念就是 港费价格高的时候 它们就OK 但当然这些是有一个循环 可能下年的时间 可能会很差也不出奇 但是这个问题是 今年你预计得到 他派送那一刻 去到这么厉害的时间 为什么会害怕 这些真的不担心 其实握一手已经很棒了 你先拿着 是啊 另外Aman就问 但是恒指0.382阻力位 约27,103 是不是 Stanley Aman说他恒指0.382阻力位 约27,103 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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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Aman 我这些要计算 我要计算一计才回答你 我觉得Aman说得出这些数 其实一条数都这样计算 你去到这些位 你觉得他能不能打得上去 你主要是 你好像都记得在高头笑 我就一般般 一般般 我觉得 50 我觉得现在的市场是25,000 26,000上落 我看不到什么很大的 有因的市场可以突破到上去 是吗 因为这些科技股都不够 都不够 都没得住 都是炒来炒的那些学生能源 是啊 所以市场都变成这样 都没有特别 是的 今天那些航运股又厉害了 Erik 119 破15元 今天几点财报 现在入好不好玩 Erik 通常他应该是收市时后才出的 因为通常来说一件事 出业职 他一定是在中午午午餐的时间 或者是收市 他不会在trading trade的时间 出业职的 又不会的 所以一定是四点后的 但是中英海控本身 本身就是说 其实是 它的关键位是什么呢 就去派送派多少 因为记住 记住 刚刚提到 3.6 你派得那么厉害 其实股价不升 就是完全不能接受 但是问题是说 1919 它的业绩都预计是很厉害的 一定很厉害的 因为你看到 其实今次出了 这些营 因为它已经出了营起 预计是很厉害的 其次是说 它派得多不多 如果你假设 你派出来 可能差一点的时间 可能派出来的数 可能不是那么多的话 其实就 糟了 因为 因为现在其实没有 很厉害的 相同的想法 解释 准备海控 你派得不慷慨的 其他股票派得慷慨的时间 我便算 我换过去 所以变成 现在 買不准备海控 你博它派高色 就OK的 如果 假设它派一些色 派出来是OK的 它的价格 明天再弹 可能你弹多 如果 當作5、5、5、6 其實這個不奇怪 但最重要的是 它要去派 但這件事情 我回答不了 因為 中遠 也挺 有時候 有人觸摸的 你好像 最主要就是 大家知道 我拿着中遠 海運 517 你想想 它也要回答一次 所以 1919 派不派高色 這個真的 到時 真的要偷偷才知道 他想現在進入 就先等等 其實 不是 這是很難說 這次派適 它的變數 真的有 它業績一定不會差 一定很好 但派不派 就是 我還沒主人家 我都不知道 有什麼派法 所以要播放這件事情 是有少少問的 而且 Eric 講真的 Jia Bianca 也有課 我都不斷跟他說 之前跌下去的時候 都說 不用怕 有錢 就再加上交貨 之前你說跌下去的時候 你買 我又沒有什麼 但是 你說現在才追 總是覺得 好像 有少少 就是 55 我記得你說 12元的時候 都可以買 有15元 那時候我沒有買到 去買那隻 東方可 都可以 現在聽一下 家庭觀眾的電話 Hello 旁邊有謝先生 5安 謝先生 你好 你好 謝先生 是不是走開了 謝先生 Hello 聽到 你好 聽到 想問什麼 兩位好 你好 我想問一下 那隻 中國銀行 我看她 3988 很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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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厘色 是啊 沒錯 我看中國銀行 如果9厘色 其實買得到 我就想買 但是我想問一下 你知道中國銀行 有沒有試過不派席嗎 沒有 沒有試過 中期有一次不派的 反正派末期式 就是末期式 末期式 沒有試過不派 不派 我覺得銀行 如果用內人股的話 應該是 因為全部都沒有試過不派息的 所以如果你說 以派息的道理來說 就放心 應該一定派的 謝先生就說 這隻還能不能買 3988中銀 這樣嗎 嗯 他這隻 我沒有什麼意見 其實內人板塊 你想用來擺貪色的 OK的 不過你擔心去一個價錢 因為最大問題是現在 很簡單 其實健康的業績 你問我收不收貨呢 絕對收貨 因為它升一成多 其實我覺得算是很好的 不過出完之後 他都照對 有時候 突然說 可能你貪他的顏色 我擔心你會減價 這是發生的 但是中國銀行 就應該so far 這些位置 兩個七這些位置 都不相信 就下了一段時間了 你說買來擺一下 沒什麼意見 你可以想一想 你可以想一想 那謝先生你參考一下 什麼意見 不過你問我的話 我對於內人股的看法 是比較中性偏近一點 明白的 謝先生可以參考一下 多謝你電話 我們繼續回答問題 Sanley金金說916 會不會是一天課仔 他怕擔心 很害怕 最主要是 真的等一下 等一下就太厲害了 所以我剛剛都說 你什麼儀口 你先吃一半 我都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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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叫他先吃了 就是太誇張了 不過又沒有的 市場現在真的 就是 折腮這些板塊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貨 先減一半 最少吃一半 最少開心一下 對嗎 KT說市場不動 新能源炒到第三轉 炒這個股不炒市 是 另外 Tony說 問一隻2238 港氣集團 怎麼看 Sanley 剛才我上面說了什麼 他說自己不睡覺 KT 還有打針那些 是 哦 有個疫情這樣 是 是啊 上面這個是 剛才還沒起床 還沒起床 正常 沒有睡覺 太遙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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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都是太早 對我來說 你不用睡覺 不用吃飯 是練先 好 2238 港氣集團 怎麼看 這隻 聲音百分之二 Tony 這隻 一般般 車股其實就不用後備 KT你自己的髮型這麼勁粗 厲害 你又真是 他有 100億 哇 你很厲害 101隻 夠了 有時候股份很猶豫的話 一隻已經夠了 沒錯 中了就已經 不過這隻東西 你自己看路了 這隻東西我覺得是真是炒的 純粹炒個名字 即是叫做新能源 要不先吃掉 這些 KT買得到 我也對他有信心 自己認識路 有信心 但是238 你上網這隻 238 沒有賣點 這隻東西 不是 這隻 我一般般 一般般 是 反而這隻長氣會不會好些 都出了 這隻長氣的業績 其實真的很不錯 真的很不錯 這隻東西 換完業績之後 真的你買下去 都比較舒服 因為最主要 長氣真的 你的模擬 改善一下 這一下 我想搭這些答案 都幾敗 反而你問今天這隻 趕氣出業績 我對他沒有什麼記憶 他是想追落後 是追落後的原因 其實是按身 Tony 你想想這一段時間 哪一隻追落後 其實就是東風加他 但是東風 由業績出來 好像大家覺得 還可以 這樣 他就帶上去 但是又趕氣出落後 嗯 少住 Tony 我又不會 又不行的 但是自己小心一點 少住好一點 不要說 放進去 真的自己買點算 買點算 當下眼光也算 少住 好 KT3.6次線價 沒有3.6次 最主要是派息 真的太厲害了 其實回頭 你有沒有一間公司 你想想 派息 其實派充 30多元 這一下都幾厲害 Pay ratio 100%也是厲害 這些變了你用來擺 其實問題是 你不要理我價 因為他的價格的上落是很瘋狂的 因為他的銀牌帶 你想想 他動 如果一千股的話 他動一元 就一千元 但是一元是很快的時候 基本上 所以這個東西 你會用來擺 是呀 擺著 Kavin1475說回舊 今天都出現 日清吃飯 上半年順利跌了4.2% 不過之前跌了下來 他的股價 為何今天又一旦 又有些回舊粉味 有些消息 拖一拖 但通常這些 是短暫的 拖一陣 他的價格都是 就算這些 叫我不會 不會 怎樣說 他不會特別差也好 不會好 無謂 很中東 還有我覺得今年的 食品股 其實你看看日清也好 看師傅 還有這些全部都好 其實我們那個 毛利率都是有壓力的 因為毛計 那些原材都加上去 所以這些辦法反而 不值得好 值得好 留意一下 KT想問 另外KT想問 他說1810 是不是加大了一些回購 還有想問一下 怎樣看他 回購了多少 還有多少未回購 我馬上要開個 KR2 和大家分享一下 馬上給Stanley教育一下 通常 通常回購股 其實你每一天通告 都看到的 在100就知道 譬如說每一天 看通告 它會有列出來的 你會見到 它有個數目叫 脆入披落的報表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基本上你見到 這個報表這麼久 它會有列出出來的 譬如有些工 那些人 譬如行使的認股權 它都會出出來 股票回購 都會出出來 這樣 就好像 以它 26號 27號的時間 它就回購了 400萬股 這個數目 你會見到的 這個數目每一天 其實我們有時候看通告 有時候看公司有沒有擴股分 做些什麼 你會看這個 就知道 所以變成 這個就是一目了然的 在這個批評室裡面 你會見到的 這樣 KT留意 可以這樣看 還有KT就說 會不會華為慢慢好 它就沒有運行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大前提是華為好 因為現在那個 榮耳那個 那個品牌已經刷 它賣掉了 沒有關係 但只不過 你說小米在一些 一些個別的市場裡面 它是有一個 叫做 現在有一個領先地位 不過 又不等於它賺得到 多錢 因為 其實看十幾個部分 有一個模擬 都 都不算特別 特別 對我來說 都不算特別厲害 所以都是那句 小米 一般般 KT剛才 Sandy也教了你 在那裡看到它的 schedule 不是那個 那個schedule 那個schedule 其實通常都是這樣的 通常每一年 公司沒有什麼 AGM 就是股東大會這樣 通常每一年它會有些動議 類似說 每年都是這樣 它會動議 就是 公司每一年 最多回購股份 是10% 這個定義 因為所有公司都會做這件事 但是只不過是 它不會把銀碼 可能 你看到很多行 或者公司 都會流行 我會用了百億 去做回購的 可能這個是要拿特別的授權 因為有機會就是說 你可能買得 那個數是買多個10% 可能這些 再有個特別股東大會 要去看這件事 但是通常就融掉了 還有這些 沒有前度上去做回購股份 它沒有去回購 你叫做 10%內 所以就是這樣 但是你說 會不會有個schedule 它其實這些回購股份 它可以做可以不做 沒有一個強制性 除非有些公司 它說了明 它會在年期裏面 可能會回購股份 10% 它有些會這樣做 但是 小米應該就不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變成它沒有schedule 它全部是 真的可以說它隨時 想做做的 嗯 留意一下KD 你解釋得很清楚 Kaven說6823修息好過 一向都是的 一來反一來 這個都是 一來反一來 還有今天有每周一股 兩年半 另外 今天問347還是3993好 3993 3993 5.93 一定是這隻 因為如果以其他一些鋼材 今天它的鋼材 主要是因為 本身美國那邊 說包裔要放鋼材 但是3993 這些 你真的有些 炒了其他因素 當然要選它 不用想 是啊 留意一下 Eric呢 968今天也鋼材 不過他說 他家鄉是19.58 你應該等回家鄉 還是現在走了 哪一隻 968 拿著它 順義功能 我的同事 剛剛才問我這隻 還拿不拿 他的鋼材 現在我就拿了 你現在沒有 當你的市場 都是在炒作 這些新鋼材的時間 都是拿了這些 又不需要去住 是嗎 真的拿到現在 那一刻 真的叫做是 不行為止 是嗎 真的 因為你的勢全部都是這樣走 那個勢都還可以 現在都十六個多 那些科技 都不會彈 或者是 勢都還是差 是啊 甘甘還說見到 是啊 Eric 你說你先拿著 先拿著 不用想了 KT說試過OT回家 老公開財經 都看到你 Stanley 這麼巧 通常是星期一和星期五 那時候我到晚上做節目 但是 又沒有什麼 LOW的節目 享受好玩 LOW的節目 其實 到星期五 九點半 他每天都有做的 但是那個節目 是真的學到東西 對於我來說 有挑戰性 所以我喜歡做這個節目 享受你最開心 真的 看你做節目開心 那些有些 我都猜是 有時候不經常看開的 你突然間有很短的時間裏面 你要消化它 要很熟悉公司 是有挑戰性 最厲害的是你不懂得累 不是 有時候的事情 就是有些事情突然間 在興趣的時間 這些字不會累的 好玩的 另外金金說的車股 他說見到175也有彈 不是 之前我跟大家有說過 我不是說175 其實最主要是炒它 極黑那樣東西 它本身那間公司 不可以的 但極黑這一塊東西 極度有些想像空間 這次都是 這次都是說 極黑這一塊東西 它引入一些 投資者 你預料了 之後有很多這些事情會發生 因為它這個東西一定會往往上市 而且它的估值一定很厲害 所以它上之前 其實一定會做很多這些事情 還有 剛剛也說了一些 為什麼393會升呢 有機會 跟它有些關係 因為話說 175現在 去這一輪 極黑 好像有五個股東 一間 厲害的 大家知道哪間 一間 就是寧德時代 又是電池那間 一間 其實哪一間 就是落木齊下的子公司 其實這次吉利 它是有部署的 就是它那些公司 日本的公司 基本上一定是那些 供應商那一群 所以 它今天的價格升 又合理的 而且真的慘了 極黑這兩件事 它有很多炒作的空間 基本上對它來說 它有本業 就真的是 拜拜 是極黑的 KT很厲害 它記得你上個禮拜 就是講過了 很可憐的 很記憶的 另外KT說 111 Arno就說不要吃 它兩個八日 不是111 我也覺得你沒有吃 但是這隻東西 兩個八靚架 可以炸出來 這隻東西 這隻東西是炒新能源 但是這間公司本身 是叫中港核新能源 其實這隻東西 和核是沒有關係的 它做了一些真正的新能源 不過論規模的話 其實它不算厲害 不過算了 它都是這麼炒 這隻東西真的是炒 炒的 炒作多 1772 可不可以破頂 今天消息說 它向同業正式發出那個收購 Stanley 這個真的不像 這個 不過這麼豐富 就是炒電視這些 就是炒在那一集 炒這樣 不是 KT說真的 真的沒有這些 你只要明白吉利玩什麼 你會知道它有很多部署 一定是圍繞這件東西 因為大家對於它的本業 本身都真的 你不會有些 它的車又不是特別 很厲害 尤其是你現在 你連這個 叫做長器 長器一整整整的車 你又見到它有個 你要怎樣 OK了 所以真的 真的 又表現你 有些叫尷尬 但是你 這件東西 就不斷炒作空間 會出來 所以它又 去炒這件東西 不過說了一下 中海石油 中石油化 是跌少了很多 是嗎? 看一看 所以這東西是難玩的 但是這東西本身的業色 其實不是很差的 這東西是難玩的 剛才Tony 你可以再看一看 可以盯緊它 KT說 食品股220很喜歡 你喜歡是因為 吃那些東西 是嗎? 你喜歡吃那些東西 給你看穿了 才吃那些東西 是嗎? 才吃那些東西 但是它的業績股價 都是不OK的 其實同一 同一前幾年 其實它做得好 但是現在 沒有 因為那個行業競爭太大 其實最主要是這件事 它之前那些 酸菜牛肉麵 是做得好的 但是因為內地 之前有些同業競爭 搞到它都很難吃 之後就拆掉了 現在 很多的反法 你看到全部都沒有一隻好的 真是慘 是啊 KT 我們小編很厲害 很厲害 資料庫 22085元 行不行 我不是差很遠 你都不是很貪心 OK的 OK KT 心目中的小米 完全同路 這個真的是 同路19元 才值得買 10元我都想一想 我都未必買 去到10元的時候 有害怕 說了可以不做 是的 其實可以的 說真的 回購股份 其實是它有 因為它這個情況 其實每一年都定了 你看到 很簡單的 很多公司 每一年都會 那些廣東大會 通過這個議案 就是回購股份的議案 其實基本上 每個都通過 那些公司 都會做回購股份的動作 其實不是 有很多公司 通過完之後 因為你可以做 可以不做 所以通過完之後 其實你可以不理它 只不過好像 這些公司 可能有時候覺得 回購股份 可能你錢多 每一部訂購 或者 股價比較低 你這樣做 但是小米的情況 我覺得兩樣東西 第一 其實對於我來說 這類科技股 不說行動主 那些公司 有錢 其實按道理 你應該拿去發展 你不應該拿去回購股份 你這樣做 其實我不是很買的 但是好像 騰訊的例子 就是 你的股價跌得這麼低殘 你可能拿 一百幾十億去做這件事 對你又沒有什麼 沒什麼所謂 因為騰訊本身 那些現金 那些東西 都過萬億的 你說做少少這些事情 就沒有所謂 所以兩間公司 有時候的公司 做回購股份 這個動作 背後有很多原因 但是小米這樣做 我其實是有些不明白的 但是可能 應該說 他有一些原因 我覺得是要做的 但是又不知道 他有時候的動作 都很難理解 有時候都 剛才金金問 347和3993 然後Katia 為什麼不然 後來金金都說 聽你說選3993 但是可以看多少 但是可以看多少 都是逐級看上去 你轉了看上去 應該是之前的那個位置 應該是之前 上去好像都是 六個半樓上 六個半樓上 這個位置 金金 是啊 那就先 現在我們爭取時間 回答這個WhatsApp 有個朋友說 請問現階段 賣257前景如何 Stanley 還有幾天除靜 257 可不可以財色兼收 還有幾天除靜 257就 還有 江大環境 是否做些環保的那些 是啊 這東西其實真的 都可以吃著 那些 它又不是差的 但是真的不行 這東西最慘的是什麼 是那個行業 真的不 真的 炒不起的 他這一陣子 叫業績出來 OK 炒轉上去 但是你看他的圖 其實是這樣的 這個圖都不是太久 我講的是 這四五年的時間 他那一陣子都放了很多 你看到他這一段段 當然是厲害 但是其實在長一點 是很差 很差 所以對這些 行不行 我怕他除完症之後 會對回去 所以這些 沒有小柱 又是小柱 小柱買一下 這隻又擺一下 不怕 我真的要小心一點 你有WhatsApp朋友 就留意一下 小柱要小心一點 KT都說很好玩 這隻是可惜的 257 很好玩 他不好玩 其實他很慘 很慘的 257 其實按道理 他在內地方面 做垃圾發電 現在是龍頭 他最敬禮 但是行業本身不行 這個不行的意思是什麼 第一 在行業之間 大家可能搶生意 以往的時間 賤價去搶單回來 第二 這個板塊的問題是 債務太多 其實257 你看看他的債務已經有些改善緊 但是都不是輕 都是重 因為他們的行業 這些叫做資本物集的行業 就是說你可能要建一個電廠出來 可能賺錢 那一筆很厲害的 但是這些錢何時可以回賂本呢 就是靠人家的 所以他們很慘 所以他們很慘 所以為什麼之前不光大 現在要光大國際 最慘的是 他前兩三年 突然失機無城 去賠償工股 一工股之後 好工股就散了 散了之後 完全沒有過 是現在 這一陣子的時間 才好一些 都是沒有記你的位置 KT還說好好炒 好炒 好炒啊 好難玩 捉正就好炒 第四個真的好炒 這隻活生是OK的 但是真的很可惜 他的價錢真的很可惜 沒辦法 沒辦法 這位朋友仔都留意 大家的問題 Stanley 答得七七八八了 放Stanley 走了 和Stanley 申報先 剛才提到的股份有沒有持有的 有316 有6823 都沒有了 好 麻煩你 這個環節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見